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已经穿得够少的了 往回看 还有多点的 我代表冬季 大家吉祥 恭喜发财 想死大家了 今儿是最奇的一会儿 谁在这啥呀 你 烫啊 辛苦了 辛苦了 我这像白酒 白酒喝热的也可以 昨天颁奖的吧 对 昨天 这多少年大连足球没颁奖 没参与进颁奖仪式 这几年这成绩办什么奖 怎么样参加颁奖仪式 特别低调 站得太往后了上台之后 是 按那个年龄站的我肯定排后会的 这叫什么 这叫老队员自己付出完了 让年轻队员去往上出 就是这种有荣誉的时候让他们去往上出 站在前面也站过了 该往后站了 现在跟冲荡着绿烟的角色 不是主要 各位 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哥等一切但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不出意外应该是我买单的 义跟国安有关系的 对啊 而且待了这么多年 而且这个东西必须 必须得不可能说管挺哥叫周婷 你自觉 我今儿挺哥一说来 你就记住我 我让你今儿忙死我跟你说 我自己已经认输了 这个没办法 再多年了就是 我们上了以后后来挺哥后来的嘛 一直都很照顾 哪年到国安来着 零六 我来了以后在北京做法 我们俩也邻居了 对 然后呢 互相蹭翻 少都会做 不是挺哥职业主要是 我那会年轻七盛 你知道吗 跟挺哥不是一生无中 挺哥是一个特别职业 特别自律的一个球 要不然能提到现在 七九 对 七九 这就算唯一一个了 明年中朝 这明年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对 挺哥那伤也那什么 是 很伤 嗯 就五月份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场地不好 那草坪不好 它重新铺 铺完后中间有那解缝 有缝 有缝呢 有缝了解缝里边又软 你像崴了一些 这也正常 你说这岁数谁还没点少 对不对 结果又上了这地方 所以就一直不打好 我就看我今天打仁和那场 那场我看了会是不 那场就是 下半场 打着绷带嘛 就上完以后就一直 因为重甲联系没有间歇器 没时间 一周一场 一周一场 所以就这么拓着提 那没没没 就得打固定 不打固定不行 所以我觉得挺哥 你还是该 表演出你的本错 你就表演出你本错 就直接定光了 红黄盘 你红黄盘没有了 现在几万钱没有伤了 有红黄盘还能给自己制造一轮休息的时间 就是05年我受完伤以后挺哥 是06年刚去没多二十年就伤了 就06年 06年那时候 对啊 是吧 然后我那时候 我已经差不多也半年多了那会儿 然后呢 他就是刚伤了可能有两个多月 后来我们俩一块在健身房做力量 当时我就傻了你知道 就做那四头鸡那个 趴着人做四头鸡 我俩腿啊 做了四股片就做不起来了 挺哥一个腿 给他搁到底了 给他做了你知道吗 当时我都惊了 不是 你多重啊 你相当重呢 那 那八九十公斤吧 九十公斤 一百公斤左右 我俩腿啊 单腿一百啊 我俩腿做不起来 挺哥一个腿跟他 哈哈 当时我就傻了你知道吗 力量好 相对来说 收伤的概率就会降低一点 然后这个 以前训练没有科学 哈哈哈哈 现在我也后悔 但是你现在养着吃辣 那你没办法 你要如果你不这么练 你可能训练的 比现在心里没底啊 而且你又受伤了 你更得那那那那种 先赶紧恢复啊 这这这着急 已经习惯了 你要不这么练 你肯定就觉得 就习惯那不可学了 你要不做 你说做五公斤也行 但是你要我要是不做二十公斤 对 我就觉得这就跟梅林燕一样 吃不饱 吃不饱 对啊 吃不饱 老有气氛 不是 这是我们读圈里 有的这样就是吃不饱 就是没连到胃 有的就是吃撑着那种 这是专业术语 是吧 王茵茵就属于 永远都吃撑着那种 哈哈哈 我就看那场咬牙咬得真狠 就是我印象当中的镜头是 先是感觉膝盖出问题了 膝盖出问题了 他从地上往下爬 然后感觉是使不上劲 然后就那条腿没敢动 手加上腿 就往前爬 往前爬 爬着完了之后 估计底下是为伊斯珍换人 不换 不换 就跟那自己试 一直试 试了得多少时间之后才换 不是 他就憋住了 就动不了了 你知道 就卡住了 他这歪也歪不下去 甚至也渗不了了 你就当时想找到 那个合适的角度给他弄了 对啊 想给他弄 因为每次我受伤以后 回去基本上都是 这一宿就甭睡了 就得不停地在床上爬着 就是试这个腿 怎么得找那个位置 因为外界就待会儿什么玩 他根本带不回来 就只能自己找 因为他脚锁嘛 脚锁的话 那吸管节就感觉是憋住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很习惯性 可能坐在高处 腿就是这么放着 可能晃一晃 自己有的时候会回去 对 但是现在就根本睡着 根本回不来 你知道 就在自己往回弄 卡着的感觉 就好像跟上厕所似的事 对 对 就是在那床上逛了就 对啊 就是卡着你根本就动不了了 没事 习惯就好了 没那么恐怖 这半年就这么过来了 你不习惯 你不习惯也不行了 对不对 本来你早就想去治 但是你没世界 对 现在打算弄吗 肯定得弄啊 我得得有自己好一点 虽然习惯了 挺多现在是多少 中超联赛是多少 排第几来的 王松应该现在已经超了 应该是 对 差不多 哦 我穿得不好 叫你多应该差不多 嗯 只一场 种族歧视啊 那我们二级别联赛 不就不叫联赛啊 哈哈哈哈 有好几种算法 这是顶级联赛的表 还有所有联赛的表 还有所有的出场的打的职业 我们二级联赛出问题 也据纪律委员会员 哈哈哈哈 这两年就很少 这个说的对 看那个喜哲发一封圈 我跟重庆啊 亭哥给底下评论 哈哈哈 挺有会嘛 周二吧 我给留言 我说你提我打折 哈哈哈哈 你是长鹤 有会员砍了 哈哈哈哈 他那几分已经提爆了 一年平均一年多少张 黄牌红牌啊 算过吗 没算过 基本上 大概是一年 两黄停一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散场 我就基本上得写一场 哈哈哈 哈哈哈 改四场了 基本上也就是四场到五场 哈哈哈 其实要按照排名来说 早就应该冲上去了 对啊 挺赖赖多 哈哈哈 有朋友聊天来说 我基本上你想想 欠合同的十二个工资 我基本上就欠十几个月了 哈哈哈 每年基本上就能拿到十几个月 都算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恶意翻过又没有 啊 恶意翻过也没有 就可能有一些 就顶多算过分力量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 你要说 我红牌不多 我红牌 这就是黄牌 黄牌比较多 大量化怎么怎么怎么 现在想想叫表 哈哈哈 别表的 哈哈哈 你看现在成熟了以后就没有 后来我就发现什么时候 我走了以后 就什么时候挺可成熟了 就是 我就感觉挺可成熟了 挺可成熟 他去招别人家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去招别人 能让别人都红牌 他自己不多 哎我一看挺哥现在 就是比以前成熟多了 我跟你说 过去都是被别人招的 被别人招的那种 那会不是说 中超 最开始还不是四大恶人 南带临北周挺 对吧 那会那会只分成两派 嗯 还没有现在 哈哈哈 挺肯定是听过吧 必须挺过 听完了之后的反应是 挺哥就微微一笑 没什么呀 2013年的时候 南带临是64张左右的黄牌 然后北周挺是89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董金木 哈哈哈哈 还没一比第二张 二十张 哈哈哈哈 那南带临是凑数了 就是 哈哈哈哈 十多年那八十多张 一天也就八十张 哈哈哈 所以后来改成四张了 是不是就是为挺哥准备的呀 第一次听到改成四张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对 还是觉得那个 对我记得到是看盈赵是那个 他是 看份儿好像是挺 他不是说 啊 狈迹四张黄牌 但是好像是 黄牌多少分 就对对对正细 对应该是な 我把脸洗了一头 哈哈哈哈 那还能多多多体积 哈哈哈哈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体积都是不一样了 是啊没 毕竟这个这个年龄这么长嘛 然后你这个这个 身体各项技能也得像是做退化 这个没有年轻率也好 所以低调点我觉得好点 今年几张啊黄牌 今年好像八张吧 也不少 哈哈哈 刚才说到13年八十几张不多 一年军才八张 今天八张 哈哈哈 我这个比较稳定 哈哈哈 你毕竟后卫你说怎么办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这个外援也好 包括这个这这这这这这 前面这个国内球员也好 这哪个速度提出出来都十一秒多一点 你对不对啊 你确实不不不不大好 而且东家好多的外援全是前锋 基本好的 对啊全是前锋 散个前锋得前嘛 然后中国人负责防守 对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 你说后卫也要不拿黄牌 一仗没有啊 那也不是个好后卫 对对不对 往来世上走一遭 哈哈哈 那后卫是不是容易得罪人啊 嗯 生活中 就是你厂上铲了人家 生活中在遇上 这都得习惯 对不对 大家都得习惯 你得习惯 对你得习惯 习惯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话是你对自己说还是对别人说的 我自己是这么说的 但是通过这个行动让他们迷 哈哈哈 其实呢促进那个队员的更快的成长 对不对 你要是这个节奏你都被提没问题 那提国际赛场就没问题了 对对 哦 考试就是 挺哥他们现在这种岁数 包括后边还是王安彭 你说挺哥和王安彭俩人 俩人家里的八二多 哈哈哈 八一的吧 八一八二 就八一八二的 对差不多是八一八二的吧 你想想他面对 他中间面对的可全是最好的外援前锋 哦 你让挺哥跟王安彭这俩人 对啊 你想想那多困难吗 然后那边是谁 朱婷 朱婷 八五的 八五的 也不小 然后我们那个位员是 我们那个位员是最年轻的 八七的 也三十了 对啊 张聪是八七的 对 肯定这个对啊 中甲也是最老的 我上哪儿基本上哪儿 后方线是最老的 哈哈哈哈 压低平均年龄线 对啊 这会儿国安也是 国安肯定是啊 国安是巡龙 搭谁来着 我和大龙学名二老嘛 对啊 哈哈 都靠意识 哎 哎你别说这个东西真不一样 就是他们一说话或者 就不 这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 就不用可能都不用沟通了 就一个眼神在就知道怎么听 这东西真的是真正能力 怎么说一个是前锋 嗯 就是能得分的这种球员 再就是后场球员 我觉得还是年龄片大一点 相对来说 包括省元 你看不风险 就是把的都神了 对不对 他这个后方线主要是 手牌的就是靠这个经验 对不对 他不是要这个前锋也好 重激烈啊 变前卫这种 后角是能跑 能上 能下这种 他更多的需要是站位 选位这些 因为是他知道 见过的比他太多 包括省元 对 就是他离手门 他基本质感 就大概在哪个位置了 他就可能往那边移动了 你知道吗 景眼 哎 女主里有挺哥这样的吗 也有 也有 你指着哪个方便啊 哈哈哈哈 挺好的啊 对你说 你放牌啊 洪文怎么就挺哥这样 哈哈哈哈 说出来你们都不认识 说试试呗 肯定不认识 不信 他不服 你看我们原来那个大连女族 有一个 这样叫杀手 叫范燕军的 你肯定不认识 不认识 对吧 肯定不认识 因为他踢球我们的叫叫杀手 他有个特点就是 喜欢戴一红手套 哦 他这冬天就特别 他别的颜色手套他不戴 就戴红手套 染满了鲜血 红手套 下手 别的队见上他都叫杀手 哈哈哈 因为他踢球就是 你别在我边上 你在我边上我肯定踩你 我肯定放你 就这么简单之际 以前这踢球方式都是这样 教练就这么叫 有那么句话 球过人不过 对 过去踢球方而动 而且那种已经上升那种 态度的 对 不是说你既站出的能力 就是你这怎么让人过了 你不会踢他 你不会给他踢倒 你球都过去 你为什么 这就上升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你的比赛作风有问题 对 对 你的态度有问题了 这就是时代不一样 这是时代不一样 那是少年联赛 青年联赛 包括这种成年联赛 一场球有一两场红盘 是太正常了 对 是很正常 而且那时候也松 对 就裁判吹得也松 他也觉得这不叫什么 就是真的无所谓 其实真的挺哥来说 对挺哥来说 他没有什么恶意的那种犯规 真的不像是说真的 纯冲人去那种 踢人那种 真的没有 他踢球是狠 但是不是说那种 冲人去毁你的那种踢球 而且现在越来越 就是规范越好 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动作 那有没有你踢过的 你比较粗的人 你觉得这人太糟 你不然给那块踢 你太厉害了 这还真没有 谁都踢 对 当时年轻 当时你不可能 你想你这个精正怎么精正 对不对 全放位的精正 对不对 你要去正每一个位置 当时都没想到说什么 国家队吧 就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我们是楚道就在一些弱队出来的 对不对 你看你要保急 各项任务都是比较紧 而且大连的球员 在我们那个同时 没说出过谁 对 那个时候我大连 大连出来的孩子 其实他就是 他的骨子里带出那种自信 那会儿还是万达时代 这才是 对 我最早深圳进棚 我从万达当时17岁 住到深圳进棚 假逼嘛 当时也是保急结束 在那时候开始 然后99年结束 年底就回到万达了 回到万达上一队了 那会儿队留谁 全都在队了 海洞计划 那年九九九九八 对啊 九八年 九九九七年年底 我回到万达了 全都在徐红 李明 对啊 李明就不用说了 这些反正你能想象到的都在 后面都是一进化这些 后面在一个比我大的 我也提过 是不是跟詹布尔也吵着过 他在两队 但是后面就是 都是风格都一样 他詹布尔也扮了大连人 对不对 又是沈阳的 这体称全是那样的 所以大家也都挺习惯 到后面都认识了 都朋友的关系都不错 对 对谁也没说是我 对 因为咱毕竟不是上人嘛 就正常战争班 都已经说就是 你自己提一脚 他也提不坏 是吧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就是说 你没到那个水平 说说说说 说我想寿方自从那个 那个地步 对不对 咱没到那个水平 我每次都必须要百分之百的 对啊百分之百的 对不对 最多就是提了你认识 或者是老大哥 你扶一下呗 对不对 然后打个招呼呗 是不是 哪顾不着那么多 以前哪顾不着那么多 我就想起特里 他不是切尔西清训 直接上来 那会儿谁维亚利 还是佐拉就唯一 就是说跟小孩一块合练的时候 砰就被小孩铲倒了 然后他就骂两句 小孩看看他没出声 转头又闪了一回 说那人就是特里 当时他回应了一下说 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提出来 就真的 如果没这心态 可能也就是真听不懂 没错没错 想想那会儿大连真是 真是抢 嗯 是 七把恶裹酒 那是正了八九的锅酒 对不对 那是正了八九的参加过 十强塞 参加过这个亚洲费 十业杯 对不对 我记得大家那A赛 亚冠 对不对 这年年打 对 大连这都是八冠是吧 八冠王上是 八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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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从 比如我小时候那会儿 再去看职业联赛 因为那会儿电视转播也丰富了 看这也方便了 那会儿就是 可能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 大连足球就是一个 嗯 毫无疑问的一个 八主嘛 就是 地位 对 摆在上 踢不过 怎么踢都踢不过 那时候感到 就是感觉能赢一场 就能赢一场大连 就跟感觉这一个赛季 就是真的是值了 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在踢队看看 那时候98年 99年 97年什么的 就看大连队那时候玩 那完全是真的不一样 我们小时候还给万达点球呢 点球 女足也有 我们女足只是说当时是女足二队嘛 但是万达比赛的时候都在体育场嘛 我们之前打一场电场赛 女足和女足的打一场电场赛 然后打完这电场赛 我们就穿着同样的衣服 给万达的队员捡球 场场爆满呀 能捡个球 我们都非常高兴自豪了 真的 对 对 外缘我还知道 佩莱 斯文森 伊黑 都那个时候的 大连那时候外缘基本上都是锐点 对 东欧的 而且我觉得感觉那时候大连根本就不用外缘 用啥外缘 那时候外缘不是说特别核心的人 对 就是公命型的 干脏活力活 就特别能上能下的 全是这种 名气最大的就是那个谁 瓦瓦 那枚切克 啊 那枚切克 那个杰克 对 当时那也是杰克的同号球选 对 应该是那个谁吧 内德维德吧 那是杰克 给他提鞋子 拿鞋打油的 对对对 这是阵子 是 我去 去的时候他走了嘛 他走了以后 我就背着他的好 我当时基本上他说 我就十五号 我就特意摇着他 我觉得他就是杰克 特好 结果没带住 真是听天书一样 不认识 是吧 只是孙继海 什么李明知道 张恩华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 你想想这是快二十年前的事 那咱等会再往前倒 先歇会儿 聊这么长时间了 中场咱先玩个小乐器 今天应该是咱们三十一期以来 第一次有两个女嘉宾 头一回 他们两期开呗 谢必然 九九乘发表 七七 四十九 四不这样 对对对对 十九乘发表 八六 四十八 九二 十八 二三 十八六 可以吗 我在干嘛 我是谁 你们在这个节奏上 二三 得 对对对 中间加了一旁 所以下面我们有请廷哥跟佳琪玩去 看着他 看着他 咱们快一点 火 火 二六 十二 六二 咱还是来玩点别的吧 一只青蛙 从眼睛那开始吧 八只青蛙八张 十六只眼睛 三十二条腿 对吗 对呀 你再想想 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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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两只眼睛四条腿 两只青蛙两张嘴 四只眼睛八条腿 五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剁出去玩玩吧 哈哈哈哈 天哪去玩去玩了 哈哈哈哈 咱们接下来的正问反达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啊 那个留过长头发吗 留过 最长的时候多长 最长这么长吗 那时候叫那个袖姿头 运动 运动头 就直的 就直的 您觉得自己和周婷谁的普通话更好 他的 是是是 你认吧 是是 这表情明显不认 挺可以说真的假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周婷和杨昊谁帅 他帅 就是波比他俩还似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喝 哈哈哈哈 大连一方独冠以后 据说老板给发了巨额的奖金 眼红吗 眼红 没法 哈哈哈哈 你知道没法所以你 没眼红 不是啊 正言一下 这确实 现在还没提到这事 之前也没有许诺 就是重号奖的 我想每个队上的可能都会有吧 今天也提了 但是现在目前我想还没有 那超级吗 先看腿吧 哈哈哈 也对 所以刚才你这个 刚才问这个问题 文彼岸她肯定不会掩护 因为女独一直都是这么苦过来的 对 对 就是你所有的职业生涯 还经历过的最高的一笔奖金 最高一笔奖金 是多少 全一位啊 多少 20 每个人还是一个队 一个队啊 一个人 而且不是这个队里面所有人都是20 只有三个人是20 你是其中一个 对 其实女独基本就靠这种全员会 这种比赛 只有全员会是最高的 对 在俱乐部呢 俱乐部呢 就是单场比赛前了 我知道他们现在一场球是三万一个队员 我们那时候是三千 最高的时候 最高三千一场球 主力三千 男足差的还是挺多 玩得很好 没法比 就不要 就别把这个放在一个档子 早就算了面前了 对 你哪怕是说综艺综柄这样 都不是 对 人比人得死 不能这样 没法比 对不对 来来来 问问挺哥 帮助家乡球队 多冠重返中超 是不是特别开心 不开心 得看得 对 下一道题 您觉得自己的长相和球风 哪个更凶狠 都不怎么凶狠 都挺狠的 是 你长得是挺凶狠的 尤其是没有表情的时候 就我不是很想跟你说话 就是你晚上走大街上 迎面过了一个杨昊和迎面过了一个周庭 你更怕谁 都怕 我们俩怕你行吗 我们俩怕你行吗 我们俩怕你都挺 好 下来的 你刚才的长相是 是不是已经是外公了 对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真是有点像 得不得我最喜欢小猪了 你这么一说才发现 那你就还怕他 还怕他 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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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都不怕了 不怕了不怕了不怕 不是怕 修软是修软 怕是怕 好 下一道题 你的前队友杨昊 现在在踢中椅 是不是觉得他水平不行了 是 这么些年的这个职业路吧 我觉得 你必须承认一点是你的岁数大了 对不对 你经历状态你毕竟是要下滑的 对 你要选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 对吧 这个适合呢 首先我觉得你得把钱放去享受足球 开心 刚才开玩笑我跟他说 对不对 至少这个东西包括你收上 对 要享受足球 对 不光是这些其他的 因为你毕竟已经经历过了 对不对 你有再多的钱 我想死了也带不走 对不对 很正常挺高提供的 我提供有多正常 对 那么高的那钢琴片 他一个腿我两腿都投下 哈哈哈哈 好 下一道题 球场上作风非常的硬朗 那是不是生活中也会跟人起冲突 是 但其实生活中还挺低调的 通过今天 球场凶狠的 生活中都有 挺乱跟张伍是一样的 特别细 特别细 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细的 有时候他擦车都自己擦 他不上外面汽车的 我有点洁癖 那是稀疲吗 我不是 水平 我说2月5号 我有点洁癖 有时候有点洁癖 这个作为现在球场上比较稀少的70后 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不是 哼 真有这种感觉 你肯定 我可以说可能是平时吧 包括训练的时候 可能练的 可能复出来 可能多多少少 要比年轻的 可能还要多一些 可能我现在如果主要说 说我不怕 那可能就是在骗你们 也是骗我自己 但是从实际上这些做迹事件 你到点睡觉了 平时不敢处去多应酬 就是对自己的年龄有所顾虑 这个现实 对不对 有没有哪个瞬间 或者因为哪件事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年龄大了 我捡头发的时候 我昨天去捡头发 我就发现有白头发了 确实老了 现在平安没事 大刀机五六点钟出海钓鱼去吧 哈哈哈哈 是吗 嗯 我这平时我喜欢 那个比较庆静的 静的 静的 你说喝茶啊 喝茶我能喝一下午 你说钓鱼啊 早上七点我就醒了 然后就跑那个 那个鱼塘边去做钓鱼 我能钓到八点 然后吃早饭 然后在乎我也是积积茶的 就钓鱼 我能坐一天 其实你看好多运渣都是 你看他在场上 可能是这种风格 他下来以后就完全是 或变了一个人 可能虽然年龄增长 他会更加把这个 就是说这种 平时生活跟这种 场上的反差 会越来越大 分开了 完全分开了 这你看平和平时你说 在场上皮那么活泡 他下来很少跟人发皮 对 确实 从来不提 这很少很少很少 很少就说 平时下来以后 急啊什么 基本上没有 就开车有时候急一点 其他的都不急 那是共通的 对啊 这回我坐的车就是开着车 那哥们啊就是 那个往里切你知道吗 就是确实加三 挺哥一下就急了 不知道怎么突然一下就炸了 呜一下就憋到前面去了 我说先咱就走吧 挺哥摇摇车就跟那说 你会不会开车 就这样 然后呢 他开过去了 挺哥过去了 结果呢一会儿到空中 挺哥 插人前面去了 哎没事了 我说挺哥 咱插人真没事 咱这还正正常 他那是实现 不能压一下 哈哈哈哈 潜你这让人 潜的人也得舒服 哈哈哈哈 潜的人也变里扭扭我 我真挺想好好聊大脸足球 因为 从那个 就是一方快冲超的时候 就不停的有球迷过 什么时候 来一方看看 什么时候请一方的球员 然后 我就觉得可能最合适的时间 就是等到冲超夺冠之后 之前也在讲说像佳琪这样年龄的人 可能都已经不能理解说 大脸足球重回中超 这有什么特别很重要吗 已经没有那个共情了 但可能对于大脸人来说是不一样 以前看大脸球 就是算是一个中国足球的一个旗帜 就是在哥哥队待多了以后 有好多都是大脸踢球的 就是现在我带那个陕西那个队 好多也是全是大脸人 就是差不多 现在我们队得有三分之一半个队 左右全是大脸人 是 有教练也是 教练可能有一波 是跟挺跟他们一波的 有点刘宏毅的 你知道吗 冲腰长大 是吧 他现在带着当助理教练 还七把子吗 对对对 我们俩同样 我们俩上学一个半 就说好多学 全是大脸人 东北路小学吗 对啊 东北路 是吧 这个学校太出名了 我好好奇啊现在 边也是吧 我不是东北路的 巧啊 那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上东北路的 因为都是大脸是怎么 我们那时候是在 大脸是足球运动学校 我们是在那儿 但是边上有个大脸是复国小学 我们去那儿上的学 但是上了四年以后 就是东北路也要转嘛 把我们想转过去 但是我们教练的原因 就把我们放在别的学校 我们那批男族的队员 像我同学周海斌 他是直接从我们学校转到东北路 但是好的其实都会往那调 都会 就相当于这个 对 现在那学校还有吗 有 有 肯定有啊 甚至说回到东北路这个 现在一数成了名的球员里头 差不多得有一半 甚至一多半是东北路 不光是从大脸就是本地成长起来 像杨旭 约翰超他们 王大雷 因为他们也当时都是在东北路 对 八起的这部 八七八八八八九 因为到一定程度 就是大脸的人才太多了 太多了以后已经饱和了 所以他只能往外走了 实际最苦的应该就是 就是后来阿尔滨倒霉了 就我的感觉好像当时的阿尔滨 好像代表不了太牛球了 不一样了是吧 我感觉是不一样了 我感觉为什么像杨浩说的时候差别 说阿尔滨代表不了那个大脸 为什么施德能代表 可能感觉上是什么 到了阿尔滨这个时代 靠着四万元了 对不对啊 开塔 报告前面这个叫什么 把罗 对对对 罗森巴克巴塞罗那 还真是 他是这样 以前大脸对这些外援 是公平行的 合心是重过的 对 差别就是在这 包括时德时期也是这样 而且有很多什么呀 就是阿尔滨当时的合心球员 他可能不是大脸人的一角 你说白了还是得指着这几个位 对对对 所以你整个这性质就变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可能 他代表不了这个这个这个 没错 你现在也找不出一个真正像 这种概念的球队 现在女足是会拳戒 拳戒 拳戒 还要开拳户会呢 对 成绩也不错 但是也没 还到现在没通知什么时候 可能说施中和男足女足一块 因为女足还有一场比赛 女足还没完是吧 7号在武汉还有一场那个超级杯 和上海 这两年二组的时候 大脸组织就溃到女足了 要不然男足哪有成绩 对 男足算没成绩 这是不是 现在队里大脸人多吗 男足95都大脸 对 升级的那天印象深 还是夺冠那天印象深 还是夺冠那天印象深 还是夺冠 还是夺冠那天 还是夺冠 因为其实客场 我们迎升线那两个球 然后落第三名95分 然后晚上实际上 和内蒙体 17s2比0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酒店也就是看了那比赛 最后三比二翻超 然后就正好赶上一个三周 再加上第四周比赛间也起 所以这个就实践一场就被冲单了 你知道吗 当时有记者还问说 你这不兴奋 我说想兴奋的 这隔一个月咋兴奋啊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点 能让人到那个 就是啊 我们确实已经是第一 但是从我们这个整体实力 还是包括这个打法 各方面条件事来说 其实就是比我们好的 和我们同条件的 还有四五个对了 因为我心里就一直没底了 而且我觉得 就今年这一方是属于什么的 这种 他这种投入也好 或者说他这种宣传 没有像其他球队国 对 怎么样 你看什么深圳啊 人和啊这些 包括这个什么 武汉什么的 这个大刀库库 我今天借好冲烧 我今天在拖多多少钱 就是我感觉今天一方就是 那种慢交思理 不着急不着欢 一步一步就上去了 你知道吗 很稳的那种 特别稳 现在就年初五八 我来的时候 那个老总跟我谈的时候 当时确实就是要冲套 但是 对吧 因为我也很长时间没提这个 这个中甲 也不知道中甲到底是 现在一个什么情况 包括投入在这 包括这个一方机场 我也不是很熟 一开始确实的话 我听说是联系的 那个Apple All 对不对 我心想这行吗 这个到后边也没来 你知道吗 但是心里就没底 也要彻底到跟着这个队以后 往后整个一个动训下来 不是吧 心里这确实我就没想说 能这么顺利去冲敲 直到打神仙 我这心才踏实 打完神仙我才踏实 落了九分 我觉得 当时我在群内 因为当时我们赢了神仙 因为赢了神仙剧 往后的队员都出去吃饭 就高兴我 我就哪人没去 我在屋里 我动态不了 我在屋里就一直看了 看了这球 关于我先打平就行 结果散边给翻唱了 对 你知道吗 然后马上我在群里 我就发了 在我们那个地方的群 我就发了一条这些 拉着纠纷 咱们基本上就成唱了 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后来大家怎么回呢 哪有人回啊 没几个人回 都出去吃饭 不是 挺哥不用那么含语 都喝到什么样 不知道了 你后来有没有在屋里 看一部叫做 大军师之四把银的电视剧呢 那就是高强 不是老队员是因为什么 就是想的 不是说就是年轻队员 可能不会想的 那就觉得九分肯定没问题了 我们肯定冲了 他不会有这种 这种就是说 危机的那种印象 对就是我 就哪怕这一分我也 什么叫落袋为安 什么东西 对 真的到你口道里 才是理的 他们还有实践 我哪有实践 对不对 就是最后一波了 不就这个概念吗 对 是不是 这个近年上去了 好在就是说 哪怕就是我不提了 各方面 多圆满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成绩 你还有什么对球 虽然咱没那么多冠军 但是你想想 除去二十一年 第二十二年回来 不知道自己加上球队 从二级别年上升到 没错 这种概念 这种体会 我要就是这种 完美受关 这种成就感 对 咱们说提不提 现在我说我真的不提了 就是完美受关 他说你给我多少钱 这个你换过来的 为什么我觉得 政治非常幸福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俩是国少国情 都以后 我们俩关系都不错 对不对 我非常羡慕他 我羡慕他什么 不是羡慕他有多少钱 对不对 我羡慕他这个成就 他能拿这么多冠军 作为一个中国球员来讲 别扯那么大老远 对不对 什么国际赛场 没戏 但是从国内这个成就来讲 我觉得 我就最羡慕就是他这个 对不对 拿了这么多冠军 我想我可能现在到不了 不可能再像他这样 但是能帮家里面 就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是老板 对不对 俱乐部 对不对 总经理包括这个季孩 对不对 好多我身边捧个棒 把这个事给促成了 毕竟我这个年龄 你想 你回家长球队 现在这个 包括这个像是 要冲奏的球队 你说要一个 38岁的球员回来去提 这 我想 你们要做一个老板的话 你们也会有所顾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那句话 是 从我的想象之外 出来就是我没时间了 就是这是第一人称的 那个角度 是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体验不到的感觉 那是戳中心脏的感觉 就是戳中心脏的感觉 就是戳中心脏的感觉 习惯就好 这也要习惯 任何伤害的事情 都是习惯的 这个 从体酬的时候开始 都是 体酬就是 不可能没有什么 就那么顺利 每个人都一样 你各方面的这些 那个磕磕伴伴 都在这等着你 就是 我就施重就觉得 习惯就好了 要是说 今年我要是为了钱 还有其他球员要我去 对 比这工资开的高度了 对 对不对 我为什么没选择 我还要去消解脑袋 还是去联系一方 然后让棚子去介绍 对不对 然后我还要去昆明去视讯 是吗 当然了 我去视讯了 从老总找我谈的时候 他们是27号 球队是27号走的吧 然后我是29号去的 27号球队走了以后 老总找我谈了 就说 说跟教练协商 包括曼萨诺 因为我们这个教练 曼萨诺是一个好朋友 曼萨诺又跟这个教练推荐 这个教练才同意我去视讯 你知道吗 然后到晚上就跟我谈 谈了半天 说教练同意你去视讯 让你去试一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 你知道 我说 拉不下脸了 你可惜了 我心想 哎 确实我当时正不想 就说我这皮 还视讯是啥呀 对对 对不对啊 没什么可视的 这么健康一人 有啥可视的 哈哈哈哈 后边我一想 到这个时候 想回来就放低自拍呗 对不对 我就同意了 有家教练告诉我 然后教老总通知我 他这训练量非常大 他怕我坚持不下来 你知道 或者一想 这得多大呀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这两个半月 也没吸动去那样 你知道吗 我也想想去试试呗 我看看到底行不行 结果一去 没想到 三天 已经挺 而且我感觉特别轻松 很轻松就下来了 也没还是没吃饱 就是 反正有点饿吧 哈哈哈哈 我还有点饿 哈哈哈哈 回大连 就是想重操 就是为了这个 别的真不为 好在这个结果 非常非常非常好 也算是 对不对 对于这个 这个老板呀 包括鸡孩这些 我再也算是有个教材了 对不对 我这唯一安慰心安理得了 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 对不对 反正我已经尽过最大的能力 这个腿这个样子 就给馋一馋上去 呼呼呼呼 我都没想到能提到现在 那正常来讲 痒痒痒就做一个治疗 可能会好很多 但是你没时间啊 对不对 我就是那么想 我跟我媳妇这么说 就聘了呗 就对我这一下了 行就行 不行就落倒了 对不对 不行我就只能 明年如果还是这样 咱也没连在这 再说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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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没事就去钓个鱼 就钓了鱼 喝了 行啊 只能这样 对不对啊 安抚一下我这收上来 小信张 哈哈哈哈 这是明年 要是在中超的话 39吗 39啊 39啊 39 如果我说 我那个跟我朋友说 如果明年 我这个这个年纪我就看上 如果这个项好的话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小鬼创出 如果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明年我继续去的话 我就聘了 我就得奔着40题 你发现吧 这是挺哥跟那谁 智哥争智 他们俩人 这个PK的一个平台 你知道吗 看俩人谁能P得过 看谁能咬牙 哈哈哈哈 明年要是正常踢中超的话 最想踢的是哪个科长 我以为你想说 最想踢的是谁 哈哈哈哈 就是那好 那我问两个问题 对对对对 那听到那的时候 吴亦挺国肯定心后腰去 跟智哥对位 哈哈 或者你觉得 谁最不想让你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现在都是 这个这个都是 手白了都是 好多都是90 和我 都好多都不认 哈哈哈哈 今天背着踢完了以后 你往小孩挺哥 给他一打飞油起来 赶紧把挺哥你没事吧 哈哈哈哈 没事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会最想去哪个诸场 课场 肯定是北京啊 不用说 还是还是公体 还是公体 有感情 对 这带这么长时间 肯定想回 想回来踢 哎 挺哥最后那个 三百场等也没踢呗 299 明年回公地踢 抽三百 三百场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安慰了 三百场 嗯 可以吧 挺圆满的 对啊 我现在就特别特别制作 对体球来讲 职业生涯 没什么 再没有什么说 什么遗憾 或者是有什么心愿 没了 享受了 对啊 快乐度的时候就这样健身嘛 对不对 健身 你的菜来了 你的菜来了 这也是咱们 吐口秀最后一顿菜了 没想到最后一顿菜是给浩哥的 最后一顿菜也忒那什么点了吧 这就算我饭啊 就这么讲了 辣椒都没有 太少了 这这么讲了 旁边就是厨房 回了 到以前打岔 其实说叫毕安过来 一个是聊大远足球 还有一个其实本来想聊聊女俗的 因为 没事接着聊话 接不接着聊 聊啥这个 不是 如果有机会 还是希望固定的能做一做关于女俗的结论 嗯 没问题 因为如果是单一期 说这一期聊完了就聊完了 他仍然是在那个 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 就是实际上一是受的苦 二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也许也没有那么惨 因为比惨时间没意思 对 我觉得 是 你头我都没了 谁跟你比赛 对啊 有这个比赛吗 讲个故事 当做下一季的开始 我只会讲出我退役的故事 可能他俩现在还没有真正的退役 但是真的退役那天你是非常痛苦的 痛苦 对 你是哪年退的 我是一三年退的 其实挺早的 二九 其实说早其实也不早 在女足的前年人真是不早了 二九不早 不要踢也能踢 但是你必须要有选择 不要男足 因为他各方面他有一个平衡 因为男足是什么 你可能踢球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积蓄也好 对对对 没有互互之佑 对对对 但他们为什么说女足 必须要面临转型 就是可能在他能踢的时候 他要去干别的了 因为他不可能一辈子踢球 对 他如果不踢就是他 你不踢你还得好好上班 对啊 而且你想他那会儿 一场比赛奖金三千块钱 对 你想想 就是说他如果不想转型的话 他可能以后 连这三千块钱都挣不了 对 你想为什么有好的 有好多队员 他选择二十五六 黄金年龄的时候 他就选择退役 他没办法 那样陕西河南 那样的队 真的就一千块钱 到现在还是三千块钱 工资 工资 他没有比赛奖金 没有比赛奖金 所以是没有比赛奖金的 月工资三千块钱 对 退役以后 我自己选择了去丽江 自己一个人 哦 去等于是去散心也好 就 你那前三天我还是过不来 但 我记得我是走了一趟香格里拉 自己走 走了一大圈 我就突然一下 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想通了 想通了 我要想我之后我要干什么 不要想这已经成为你过去的一部分了 但是这些是你一个宝贵的回忆 对 财富 有点像失恋的感觉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估计等到 好痛苦 挺和明年踢中超的时候 有好多的年轻的队员 也没跟那一块踢过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叫做周婷 所以应该是中国顶级联赛历史上 拿好盘拿得最多的一个球员 如果下赛季你被他踢的时候呢 想想闭眼 现在就会好 下赛季被他踢的时候 去香格里拉走一扇 走一扇 真棒了 走到哪条道 当时给我个吐子 我也亏了 挺哥一扇够吧 就是花椒味的 够了 就给他一扇 让挺哥帮我下去呗 弄点这个吧 好嘞 够了 够了 行 这还要吗 这就算了 来呗 可以吧 你何必呢 对我一起了 我够硬了 我陪你干了 我陪你干了 谢谢 好嘞 你觉得 你还在这挂 陈点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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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等一把 陈点算了 行行行行行行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这期呢也是中烧涂口秀 这一季常规节目的第31期 也是这一季常规节目的最后一期 等到下周呢 我们还有一期特别节目 作为整季中超出口秀的收尾 这一季就结束了 小店也就不开门了 就这么关门了 来 咱们最后还是喊一下中超出口秀的口号 中超出口秀 来 霍哥 最后一期了 咱也没细算 这个便宜点150吧 真够便宜 你看他俩喝了多少酒 你看这个 杨佳琪喝了多少酒 再买一箱 行行行 再买一箱 再买一箱 让他们俩跟着喝 喝不完别走 好嘞 好嘞 行 来 走着 走着 行吗 今天是我们图口秀的最后一期节目 现在外头停了一辆车 一会儿你将开着这辆车 带着我们的几位常驻的嘉宾 去往一个神秘的拍摄地点完成今天的威射 威射 威射发过两口 哦 好高级啊 那真大眼同志们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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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球 哎呀 哈哈 这段备掐了啊 别不过签了 别不过啊 我给你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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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不容易有一次录像大家都在喝 辛苦了 交給我